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這一集呢我將介紹一下 比前面兩集刷前影片還要更完整的介紹 因為我發現前面兩集 有點含糊帶過啦 有些重點都沒有講到 所以這一集影片呢 可能幅度會偏長一點啦 相較其他前面幾集 所以 要耐心的看完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刷前的 避免到一些問題的話 可以把這整部影片看到我結束為止喔 好那我們就先介紹一下今天要刷前的車子喔 那今天這台車子呢是 金幣加倍版的車 這台金貴車 好那這台車子呢 它是FE版本的 那另外一個是補充版本的車 那我個人是覺得啦 如果你要刷前的話 不要買那種一般版本 也不要用一般版本去刷會浪費時間 那這台車要怎麼獲得呢 它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我們 常說的大轉盤跟小轉盤 那另外一個就是 拍賣場 那我比較推薦的就是 去拍賣場直接購買 直接選擇車場 好那我們就直接選擇金幣加倍版的車子 不要選到一般版本的 所以你在購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避免買錯了 導致說你刷出來的金額會有差 那會導致金額有差異的呢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VIP 如果說你當初在買遊戲的時候沒有買VIP的話 錢是會差兩倍的 好 那調教的部分呢 先設定為我使用的車輛 然後進來調教設定 選擇我的調教設定 那它的調教代碼呢 先看一下 10 989418 OK 那我會把它放在說明欄的部分 然後按安裝 一定要按 如果說你沒有按的話你就沒有安裝到 好 好那我們安裝完成了 可以直接去掛機 那如果你的掛機時間偏長 那我覺得你可以把效能降低 可以避免說在做結算畫面的時候它卡住 導致無法結算你也領不到這一筆錢 就 白掛了 好那 這邊的話你一定要退出再進來喔 那這一個螢幕創新率可以把它降低 然後全螢幕的話可以把它改視窗 它效能也會降低 然後下面什麼抗拒指之類的也都可以關掉了 好那這一次要跑勁敵的地圖呢 跟前面的不一樣 那這一次要跑的是 土圓形換到 那我測試過了 它跟藍色海灘換到 一模一樣的錢 時間一模一樣 錢也一模一樣 全數不一樣而已 然後選 然後記得就是說要換一下勁敵 我剛忘記換 你呢一定要選第一名這一位喔 絕對你跑不贏啊 再怎麼跑你也跑不贏 好那選好之後呢我們就繼續遊戲啦 進來遊戲之後呢 要先做的事情就是難度設定 難度設定這邊呢 我們要調的有煞車跟轉向 全部都開到速跟自動轉向 然後循環機啊跟穩定那些都不用開 那排檔系統選 手排 因為這台車呢我特地去改了 一檔開到底 那我們改好之後呢 可以直接開始進比賽事 那 進來之後就是直接油門到底喔 也不用換檔了 因為原環它比較單純 它沒有什麼極彎之類的 好那怎麼卡油門呢 W要先按著 一定要按著不可以鬆開 那就是按 Windows加G一起按 那你可以分開 那是你W不能放 要按出這個畫面 這個是Xbox的工具欄喔 那你開出來之後就可以關掉了 你W也可以放不掉 如果說你開出這個畫面 它沒有減速的話 還是一直加速的話 代表是你又卡成功 好 那補充一下就是說 無法使用Windows加G的話 可以學我直接用硬幣去卡的鍵盤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把手玩家的話呢 是可以直接用膠帶 或者是橡皮筋 去綁你的 那是L2嗎 我忘記耶 你有沒有特別詳細的去看 反正就是 去把你的油門鍵按住 也是可以 形成這樣子的效果 那難度設定的話 把手是跟 鍵盤是一模一樣的 方向盤的話是不行 對方向盤 一定要把它解除掉 用把手 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做結算 就可以 退出賽事 它就會結算了 好那我們出來之後呢 很多人家會遇到第一件事就是說 那個油門鍵 它會一直卡著吧 所以它會一直加速 只要再按一下W 就解除了 好 那解除了 我們就來講一下 我們的Discord群組 那Discord群組的連結呢 我也先放在說明欄的部分 然後我們進來大廳這邊 會 將 新的影片跟舊的影片都放上去 所以說如果你進來 也不太知道怎麼去掛的話 如果你只有看到這部影片 沒有看到舊的影片 你也可以進來之後 再進去點擊看舊的影片 兩部影片我都會分享 在上面 好 如果說你自己個人有一些小問題 不好意思問 可以問我 可以私訊我 然後 我會把調教代碼也放在說明欄 那也很歡迎 各位玩家加入一起遊玩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在語音頻道一起遊玩 一起 跑那個賽季之類的 那如果 還是有一些小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討論區做討論 還是在那邊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